姚振华號稱是野蠻人 當年他跟這個萬科爭奪股權很狠狠賺了一點 那中資集團如果全部加起來管理的財富呢 最多的時候大概有20萬億 中國頂級的民營企業集團現在扛不過 中國經濟下行的現在這個壓力 在中俄如果你沒有關係就不要 做得這麼大表面上的市民營企業集團就是它的代表 整個中國這格局重新洗牌這個大餅重新分 權貴的一個固定遊戲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中國最近股市兩億的散戶正在要撤離 就是大家不交易了已經到韭菜坑了已經 基本上全部都是被割來了 泡沫破滅了 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崩潰的問題 觀看完整內容 請點擊視頻下方鏈接 訂閱乾淨世界網站精英論壇頻道 精英論壇每周六乾淨世界獨家播出 歡迎關注和支持